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分割磁盘或者是partition 分割磁盘其实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可以清楚分类你的文件 我本身最常的做法呢就是分割成两个partition 第一个partition呢就是给MacOS用的 第二个partition就是给我自己放我自己的文件用的 当然现在也多了一个partition是给Windows的 Windows其实就是由Booker安装进来的 要知道如何操作的话呢 请观看我之前的影片 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文件 有时候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格式化我们的磁碟 如果你把所有的文件都换在同一个磁碟的话 就同一个partition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备份 然后再复原 如果你像我刚才所说的做法的话 那么你只要否灭你的MacOS的partition就可以了 省时又省力 分个磁碟 是很容易的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上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和关注上号TV 那么事物已迟 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This 有DTT 然后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分个现有的磁碟 也就是把一分为二 点选partition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有分成四个partition了 这个是MacOS的 然后这是BookCamp的 这个其实也是留给BookCamp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换我自己的文件的partition 所以我会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partition这边来分 点击加 你看到这个圆形的东西哦 这个点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调大调小 就是调整它的size 打个比方我就调一个50 然后按apply 那么这个就是新家的partition了 第二个要分享的就是删除现有的磁碟 也就是把二变成一 如果要删除它的话 只要按partition 然后点选你要删除的 然后按减 它就会跟刚才我们选的这个partition融合在一起了 然后按apply 这里要记得的就是哦 如果你把这个partition抵立了的话 里面所有的话也会跟着抵立掉 所以在要抵立这个partition之前 就先做一个备份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按partition 看 那么那个partition磁盘就会不见了 要把boocam删除掉的 只要把boocam和OS Reserve的磁盘删除就行 是不是很简单呢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车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